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适处时间修学的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孝道 中国传统的文化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而大乘佛法也是以词为根基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很快的就能被中国朝野所接受所欢迎 它是有道理的 在佛家修行 诸位都知道 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 十大道场 十大道场不是学佛的人 未必能说得出 可是四大名山几乎人人都能到处 这四大名山 第一个就是安徽的旧华 第二是浙江的葡萄 第三是山西的舞台 第四是四川的五美 诸位必须要记住 这个顺序不能够颠倒 它代表的有甚深的意思在里面 大乘佛法 修学的下手处 就是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 地藏它是表法的 就是表示修学的理论与方法 地是说的大地 一切众生 所谓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我们人也是动物之一 一切的动物 决定不能够离开大地而生存 大地生长五穀杂粮 来养这些动物 地下有无尽的宝藏 福以此来表示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 福说心性就像大地 所以称之为心地 心地 心地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 无尽的各能才艺 总而言之 一切的无量都是我们心性本来具足的 所以用地藏来表示 那么这些宝藏是埋藏在心地了 就像这个金银的这些矿物 埋藏在地底下 如果我们不把它开发出来 这些矿石 价值的价值就很拨了 如何能把它开采 以令 使它成为西式之珍宝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心地里面的宝藏 要用什么方法去开采呢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中国古无神先行 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一口同音主张的孝道 由此可指 孝道与私道 是开发心地宝藏的一把钥匙 因此 佛法的修学 就是从孝尽处下手 孝尽达到了极处 那就是圆满臣服 由此可指 整个的佛法 无非就是一个尽孝而已 这是我们要认识的 我们应当有这个概念 中国的文字 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 相信之下了 我们的文字 特别的殊胜 这是我们古老的祖先们 他们有真实的智慧 他们有真实的智慧 创造 发明 这许许多多的符号 文字就是一个符号 用这种工具 这个符号的工具 将他们的智慧 将他们的经验 传递给下一代 千年万事 永远传递下去 而不会变质 而不会变质 诸位想想 这是一个了不起 伟大的发明 可以说 这个这个世界呢 中国外国 所有一切发明 比不上 这个书身 中国文字的结构 大致上 有六个原则 我们称它做六书 所谓 相形 会议 那么孝字呢 是属于会议 就让你 见到这个符号 你去体会 其中的含义 这个符号 上一半呢 是个老字 下一半呢 是个子字 集合成一体 在称之为孝 这个意思 可以说 相当的明显 诸位看到这个字 就知道 上一代跟下一代 是一体 这是孝啊 如果上一代 再跟下一代脱节了 这就是新年代 我们在外国 常常听到的 有所谓 代沟 代沟啊 这孝就没有了 孝里头 没有代沟 这个意义很深 啊 诸位 要用心呢 去体会 这个上一代啊 还有上一代 过去 无始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未来 未来 无终 无始 无终 是一体 这个意思 神 如果我们只讲父子 只讲祖神 这个一体 这个意思 且 这个范围小 而实在讲 他的本意 他的真意 是无由穷尽的 从时间上说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是一个真体 从空间上来讲 作为 净虚空 变发界 也是一个真体 这才是 这个符号 所含的 真意 儒家 有这个意思 但是说的 没有佛法 说的清楚 在佛门里面 特别是 大方光佛 华严家 可以说 把这个孝子 说的 灵力 透彻 华严 承认 虚空 无始无终 是自己的 本体 是自己的 心性 因此 见虚空 便发界 一切众生 有情众生 也好 无情众生 也好 有情 我们今天 称动物 无情 我们叫他 做植物 矿物 跟我们自己 是 同一个 生命体 所以佛在 华言上 才说 情与无情 同缘 终至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 哪一天 修行 成佛了 你观看 净虚空 便发界 所有一切众生 都成佛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正是 大臣经上 所说的 静随心转 心 是能变 境界 是锁便 虚空 法界 是境界 境是锁便 能锁 是一 不十二 这个是 很深的 教义 很不好懂 但是 它确确实实 是四十的 定向 那么 由此可知 不道 臣服 这个 孝道 就没有 能够 做圆满 可见得 这一个 法门 真正是根本 法门 任何一个人修学 都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关键 关键的三福 是我们修行的基础 修学的根本 第一句 第一句 就是讲的 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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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根基 够不够 深厚 现在 这个时代 这个世间法 我们孤且不论 我们是出家人 细细观察 这些出家 修学人 无论 在街门 或者在行门上 都比古人 逊色太多 为什么 会有这种现象呢 那就是我们 忽略了 基础的 修学 也就是 孝亲 尊丝的 修学 所以我们的成果 比于古人 就差得太远 太远了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孝养 要怎么个修法 这是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这是教育 根本的 问题 卢家 讲的不少 佛法 讲的更多 他们 确确实实 有共同之处 那就是 教学 佛法 叫 粗学 卢家 讲的是 叫 婴孩 这叫 小孩 这个事情 是有 他的难处 做父母的 总是 说不出 要求 儿女 对自己 要尽孝道 这个话 说不出来 那怎么办 一定要有 第三者 教导 第三者 好说话 所以 教肖 是老师的事情 而老师 对学生 说 你要知道 尊师 忠道 这个好像 也很难 起构 也受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这个段事情 一定要 父母 劝导 子弟 要教他了 尊师 忠道 由此可止 一个健全的教育 圆满的教学 一定是 父母跟老师 密切的配合 这个教学 才能够收到 圆满的 成效 以 这个 孝道 而论 这是 老师的责任 老师要教学生 懂得 孝道 懂得孝的 道理 就是刚才 讲的 孝道 是 静虚空 变法界 是一个 整体 不能分割 的 整体 一分割 怎么个分割呢 在这整体里面呢 你生起了 妄想了 你生起了 分别了 你生起 执着了 就把这个 整体 分割了 分割之后啊 那个 进阶 就不 不好了 你看 没有分割的 境界 叫一真 法界 这是 佛经里头 常说的 一真 法界 是一个 整体 分割之后啊 就变成 十法界了 实际上 这一分割了 把这个 一真 法界 就分成 无量 无边的 法界了 而无量 无边 很难讲啊 在教学里面 非常不方便 所以老师 就把 无量 无边的 境界 把它归纳 归纳为 十大类 都要晓得 这个十大类 是风格 变形出来的 境界 这个境界 不是正常的境界 那么这个里面 有佛法界 菩萨法界 声闻法界 原觉法界 下面有六道法界 这个六道是天道法界 修炉到法界 人到法界 再往下面去 畜生 恶鬼 地狱 就分为 这个十大类 这个十大类 是反常的 不是正常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 离开了 孝道 先要明白 孝道的暴力 然后 要懂得 孝道的 刑法 也就是 我们要怎样下手 从哪里做起 这一点 世出世间 圣人 所说的 完全相同 儒家 叫我们从 孝顺父母 下手 释迦牟尼佛 也是叫我们 孝养父母 做起 你看这是 世出世间的神人 他们 从来没见过面 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印度 他们的看法 说法 竟然是一致的 这也许 就是 言语里头 所说的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也许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教育 最根本的教育 就是教肖 教你 孝顺父母 孝灵 最要紧的是 顺 我们懂得 孝顺 这两个字 孝是讲理 是讲道理 而且我们刚才 热热的说过 顺是讲四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要能够 随顺父母 这个里面 就有难处了 儒家 佛家都讲道 你的父母 受过良好的教育 正知正经 那你随身他 一定得意 假如你的父母 没有受过好教育 贪诚 迟慢 烦恼 习气 很深 很重 那他对你 要求 对你期望的 都是不如法 那么我们也能随身吗 这是不是个问题呢 是的 可是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法呢 反而是一个顺 不管父母 以无理无理 你都要能顺 顺的里面 不是感情的身 是充满智慧的身 高度智慧的身 语言满智慧的身 才是行门上的功夫 行门里面的原理原则 孔子 说道 笑道 就 举 圣王 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这在中国历史上 一般 读过这些书的人 都知道啊 顺在年轻的时候 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 孙母啊 过世的早 她的父亲啊 又娶了一个继母 继母啊 生了一个小孩 就是顺的弟弟 于是 这个继母啊 私心很重 爱护她自己 亲生的 儿子 而对于顺呢 就是 他先生前妻 这个小孩啊 种种的虐待 儿身的父亲 智慧也不高啊 处处听从 他后娶的 这个太太 于是 顺的生活 就非常可怜 吉姆 那是 有意的 约待她 她的父亲啊 随从 后娶的这个太太 于是 也是 虐待 这个 前妻 所生的儿子 所以她的 处境就 非常艰难 严余造作 动之 有救啊 也就是 处处都是 错 错 没有一桩事情 是对的 于是 这个 严信 举止 没有一桩啊 能够叫她 父亲跟后母啊 满意的 她虽然是 一切 委屈 顺从 都 得不到 这个父亲 给 继母的 欢喜 但是 她的 弟弟 不错 弟弟 对她 很好 常常 帮助她 解决 她的 危难 那么 顺爷 非常 聪明 这个 的确是 有 智慧 以 高度 智慧 来 顺从 逆境 的 顺从啊 父母 要陷害她 把她 放在 一个 井里面 这个 井是 个 酷井 她 犯了 错 放在 这个 井里面 把她 关 关 在 这个 里面 把她 喝 买 可是 顺 早就 料到了 恐怕 将来 有 这么 一 天 所以 她 预先 在井里面 挖了通道 通出去了 早就想到 所以 许许多多次的 置她于死地的 她都能够 避免避孤 父母 对她这个样子 她还是尽孤 一切都是 从 得到 灵力相当 广大人的赞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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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姚王 那时候的过往 姚王 听到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笑死 真正是难得了 把她请来 见了面之后 这谈话 非常欢喜 知道她的情况 要把两个女儿 嫁给她 把王位传授给她 她的父母从此就回心转意 这才叫笑道 父母再于此 也要把她转过来 才叫尽孝 夜半人 遇到这个环境 早就立家出走了 不会再回来了 她不是没有能力 不是没有智慧 不是没有能力 她立家能活得了 她也能串得出 一番大事业 为什么 就是为了 帮助父母 断卧修善 帮助父母 能够回头 她能够帮助她父母 就能够帮助社会 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遥为什么看中孙 就看中这一点 选她出来做国君 一个人的福宝 随中国人讲笑 决定不会忘了 他这个笑道 真的是 今天地起归神 笑养父母 这佛教给我们的 那个养跟顺的意思 相同 这个意思 都很深 很深 养 不仅仅 要养父母之身 也就是说 父母的生活 齐居 要常常关心 要常常照顾 这样就算是静孝了吗 未必 父母物质生活 不缺乏了 还有精神生活 也就是说 一定要帮助父母 常生欢喜性 这是尽孝啊 父母虽然物质生活不愁 可是精神不舒服 不愉快 常常还有烦恼 还有忧虑 这是做子女的不孝 那么 她的忧虑 烦恼 充满你来的呢 无非是 人是无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 细说 说不尽 居家生活 琐碎的事情 太多 太多了 哪里能说得尽 只能举几个例子 希望 大家 从这个例子里面 去推广 去推广 然后 你自然 就觉悟了 佛家讲了 你就会开悟了 比如 凤无 儿女多 总希望着 一家 活目 欢欢喜喜 后祖 后座 这个家 就先忘了 家和万事性 如果 兄弟不和 你说父母 有不忧虑 兄弟姐妹 都是父母所生的 在父母眼里面 是平等的 环游 这些 轴离之间 这是外来的人 儿子 娶了 媳妇了 媳妇是外来人 不是从小一起 长大的 生活环境的背景 一时形态 也许 多少 不相同 女儿 嫁出去 那些女婿 也是外来的 这些外来 现在变成 一家人了 如何建立 共识 如何消除 各个 也能够 向一家人 和母相处 互助 互助 你父母 才欢喜 这是一档思琴 我们有没有想到呢 譬如 现在我们在这社会上常见的 报纸上 传播媒体上常见的 为了增多财产 兄弟姐妹 不和 往往为这些事情 反目成仇 你说做父母的 难过不难过 一流这个财产呢 反而不留的好啊 这是大不笑话 再说 儿女在童年的时候 做父母在年轻童年的时候 你上学读书 你的功夫不好 父母操心了 你不尊敬老师 不听老师的指导 父母忧虑 你跟同学相处不合 我常常吵嘴打架 处处都叫父母 担忧操心 这不是小道 这是不小 学业完成了 踏进社会 您有一份工作 你有所事事 在社会上 你会有上司领导的 你会有同事辅助的 如果你对于你的上司 不尊敬 不接受领导 你的父母忧虑 对于同事 不能和睦 不能互相 货帮 你父母能安心吗 如果你是一个小单位的主管 你还有几个部署 你不能常常照顾他 指导他 指导他 你的父母也会把这些事情挂在心上 这就是不小 由此可知 这个孝道 礼仪是圆满的 落实在四项上 也是圆满的 无由穷尽 根根根形效的人 齐心动念 都会想到父母 父母不在了 还想在心头 父母不在了 那父母在 有些人不在了 他就不担忧了 我们就可以随便 去造作了 不可以 父母不在 也如同父母在面前一样 父母之恩 终身不忘 不仅是祭祀的时候 既神如神在 神就是祖先的 我们世俗间是祖先的灵魂 不论他有什么有 必须有这个理念 想着父母常常在身边 常常在看着我们 一举一动 都要规规矩矩 不能有过时 有过时就令父母忧心 养父母之心 让他长生欢喜心 那这样也就能算是 静孝了吗 未必 那还有什么呢 父母之志 你懂不懂 父母对你的期望 你要不能 大到他的期望 你的孝道就不圆满 希望有一些 可以从名字里面 得知 但是现在人 这个期名字 跟中国故人不一样 故人这个期名字 离不开宗法的制度 姓名 这个 名字里面呢 一定要显示出辈分 所以中国人呢 名字是三个字 当中这个字是他的辈分 这个不能改的 内后一个字 实在讲呢 就是父母对于这个小孩的期望 你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 所作所为 是 名乎其时 那父母就欢喜了 现代人 没有这个观念 你看很多 我们台湾同胞 给这个儿女起的名字 都起叫外国名字 这个在古时候 那是笑话了 为什么是笑话呢 父母大概希望这个小孩 将来做外国人 不要做中国人 这真是说话的 这个与笑道完全相违背了 太厉谱了 换一句话 不爱国家 不爱宗族了 去当外国人了 这个是大小话 但是现在 大家对于命名 父母对于儿女的期望 实实在在是 跟中国故人 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可是学佛 那就又不一样 学佛 如果父母也学佛 子女也学佛 那父母对于这个儿女 希望他将来做佛 做菩萨了 如果他学佛 将来不能做佛 不能做菩萨 你想想看 他都失望了 这一点 养父母之之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父母对于我们 有很大的期望 在中国古代 父母对儿女的希望 不是希望你做大官 发大财 实在讲 他不希望这些 希望你在社会上 做好人 做好事 希望你成圣人 成贤人 所以中国古时候 杜树志在圣贤 都圣贤 志在圣贤 圣贤 它代表什么意思 在佛门里面 佛菩萨是圣贤 佛是圣 菩萨是贤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可以说 世出世间 名称不一样 代表的意思 非常接近 儒家 将军子 将贤人 将圣人 这个是儒家教学里头 等于说是三个学位 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学校里面 学士 学士 瑟士 博士 三个学位 可是 如佛讲的三个学位 这个意义 无限的深光 不是现在学校里的三个学位 能够相比的 这方法里面 阿罗汉 菩萨 佛 这三个学位 学位是平等的 人人可以拿到 但是 生活 不相同 不一定相同 工作 不一定相同 可是 都拿到这个学位 你比如 儒 儒家 君子 君子 可以动田 可以做农夫 君子 可以经商 可以做商人 君子 也可以从政 做公务员 其人 圣人 业佛如是 圣人 可以做 正知灵修 仙人 可以做 他的 辅佐 同样一个道理 在佛门里面 阿罗汉 可以 实现 在 过行过夜 菩萨 也在 过行过夜 我们在华言经上 看到 四十一位 法神大师 大菩萨 不是小菩萨 你看 以男女 老幼的身份 从事于 各种行业 他是菩萨 如果他经商 菩萨上人 他做工 菩萨工人 他开 集成天 菩萨 司机 他从政 菩萨 公务员 所以要晓得 志在 圣邪 意义 就完全 不相同 那么 老师对学生的 期望 跟父母 没有两样 老师希望 学生 成神 成贤 老师 希望学生 成菩萨 成佛 你才能 真正 为社会 为大众 造福 哪一个 闲人 君子 哪一个 佛 菩萨 是自私自利的 是为个人的 所以 教学 教育的 目的 在此 培养一个 大公 牧师 学己 为人的 圣仙 君子 不佛 菩萨 这样 笑到 才达到 究竟 圆满 你的 父母 看到儿女 做菩萨 做佛了 他开心了 所以 我们要懂得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这心 就是情绪 养父母之志 志 达到 究竟 圆满 真的是 臣佛 所以 你纵然是 等着菩萨 环游一品 无名 美婆 你的 孝道 还欠一份 一定要 臣 究竟 圆满 佛 孝道 才 圆满 由此可知 整个 佛法的 教学 没有别的 就是 这一个 孝道 而已 今天 时间也大了 我就简单跟诸位介绍 大辞理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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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